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美国的接触还在继续 可能很快将在国际会议上与特朗普见面 其中也包括20国集团峰会 普京指出 特朗普总统的大优点 是他努力履行自己诺言 首先是对选民 美国人民的承诺 顺便议题的是 这是现任总统的一大特点 我认为这是正面的 因为通常在选举后 一些领导人很快忘记他们竞选时 曾对人们做出的承诺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9日指出 特朗普请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邀请普京金秋访问华盛顿 准备工作已再进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希望在华盛顿举行俄美总统会晤 7月16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 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美俄两国总统首次举行正式会晤 双方就包括叙利亚河 中东局势 乌克兰危机 伊朗核问题以及所谓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等所有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一件 HTTPS www.dwanka.sinternational.com 2018 0727 465 924 SHTML S等于6 HTTPS www.dwanka.international.com Dwanka.internation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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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